I got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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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回來 法國巴黎奧運剛結束 是是意猶未盡呢 延續著討論度很高的話題 現在不用飛出國 也可以讓觀眾朋友好好品嘗法國的美食 這是位在台北東區的巷弄裡面 低調奢華 餐廳創始人Bob他旅居法國多年 將巴黎人日常帶回到台北 讓你吃的也可以很優雅 像是有一道牛舌康康 牛舌經過處理之後 燉煮燉烤非常軟嫩 外層還帶了一點粥香味 特別的是料理還會 運用了台灣的在地食材 激發出前衛的法式美味 都是你不能夠錯過的 新鮮嘗試 今天的一國美食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未來台北東區的知名法國餐廳 你們都知道法國人非常注重著美食跟飲食的部分 如何跟法國人吃的一樣 今天要帶大家體驗一下巴黎人的日常 那我們今天一樣是請到了美食達人費奇老師來帶路 那今天要帶我們來吃什麼 剛剛講到說法國人的日常 那到底什麼是法國人的日常 教師 作為這個美食的文藝復興的法國菜 其實法國菜呢 它讓人家感覺一直是價位很高 事實上法國菜它這幾年 一直用一個他們的說法 就是Restadron Restadron裡面呢 有兩個名詞就是代表的是Rest 是他們的法文裡面講的恢復 那另外呢Restadro這個是復興 所以他們正在往美食的文藝復興開始邁進 那少少的一些食物 然後很好的DECO 加上它的這個食材是最好的食材 這代表法國人日常 今天要特別介紹的這個老闆呢 他是曾經代理200年的松露之家 還有全法國巴黎最好吃的烘焙 叫做Paul 那我們就來歡迎今天的男主人 Bob 蕙琦 你好 青青 就是法文裡面Chair的意思 看我前面這麼豐盛的菜色 有請我們老闆法文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第一道叫牛蛇康康 牛蛇康康什麼叫康康 康康就是法國人的Gossip 講玄話 所以牛蛇 牛蛇是從那個牛蛇這個菜名裡面 就是發展發展出來的 牛蛇經過處理以後燉煮燉烤 非常的軟嫩 而且外面有點焦香味 就裡面非常非常軟嫩 然後配上我們的這個醬汁 入口的第一個就是感覺是覺得非常的軟嫩 而且那個香味全部都就是出來了 等於說它的那個醬汁有吸附到牛蛇裡面去 而且非常的好吃 而且它的肉質呢很香 豬滾球 這名字很特別耶 是滾球嗎 跟一個球一樣 像是法國國寶運動叫滾球 品質非常非常好 經過挑選跟他們合作 然後我們研發出一個大腿 豬後腿的裡面一個 一塊很特別的肉 是 這長得圓圓的 對 所以你看這個球就這樣圓圓圓的 圓圓的 對對對 然後呢我們輸回了它以後 對 非常的軟嫩 喔 輸肥 用輸肥的方式來 黃色是用芒果 我們一起煮的 很香甜耶 而且肉質也是一樣非常的軟嫩 它這個芒果醬 它是不是感覺有點 有加點辣 有 有吃出來 對 它有點像是那個 泰國的那種 那種感覺 就是它 就是它 就是泰國的香料感覺 對 沒錯 然後搭配這個豬肉 鴨胸當然我們台灣做得最好 還是宜蘭的櫻桃牙 可是我們跟它要的規格 完全不一樣 然後再經過我們的 餐廳的主意 外面 外面酥脆 裡面你看 裡面的紅 好像粉嫩 對 但是外面你的皮是膠成這樣子 非常非常棒 對 這道菜也是客人來都是首選 好 那其實呢 我們看到這麼多的一些特特餐點 還有這個甜點 都是代表了這個法國的文化 是的 這個是我們目前最搶手的甜點 叫巴黎凱旋門千神派 我不追求米淇淋 可是我追求巴黎人 每天吃最好的 那樣的態度跟方法 所以我們連甜點都做得這樣子 豐盛 而且我用這個巴黎藝術家的作品 很美 很美的作品 來烘托我們的甜點 對 這個甜點本身就是個藝術品 絕對是 絕對是 我們歡迎大家 能夠常常到我們這邊來 跟我們一起分享 法國的生活的一些態度 一些氛圍 還有法國人的日常 巴黎日常 台北日常 對